今天呢,咱们来聊一聊将来时的用法 有的句子中会使用be going to加动词原型 有的时候句子会使用will加动词原型去表达将来时 到底哪个才是对的呢? 它们的区别又是什么呢? 我们来观察两个例句 I'm going to take a shower 我马上就要去洗澡了 我们可以观察一下be going to加动词原型 它表达的是我即将做某事 也就是说如果你用be going to 那它要表达的这个动作呢 马上就要发生离现在这个时间点比较近 如果你要用will,我们再举个例子 He will become a doctor 他以后会成为一名医生 所以他成为医生这件事情离现在还是比较远的 所以我们用will去表达 所以be going to指的是离现在比较近的那个时间段 而will指的是离现在比较远的那个时间段 你学会了吗?